因为,人是肉体和灵魂组成的 灵魂不能想通的话,肉体不会听话 任何一个孩子对父母不孝 与父母的教育百分之百有关系 所以,不要怪孩子或别人 只能怪自己,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孩子不愿意理父母的时候 父母要好好检查自己哪里做错了 师父还说,是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不够 还是对孩子不够关心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10月9日分享过报名成功 然后要参加7天的培训跟考试 通过才可以上岗 培训是自己看资料 着急念经,没有认真看 这样做不好 现在一点点慢慢补视频 到14日,达到了考试的资格 考了好多好多次都没考过 就是着急心定不下来 想快快通过 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能多点时间念经 还是自己没有合理安排时间 期间一直有随缘念准题神咒 跟礼佛大唱悔文 15日早上跟自己讲要定下来 上早香时候,转了部分功德 求菩萨妈妈保佑通过考试 上完早香后,又考了几次 还是不过 每次考试都总结错题 后面吃完午饭后再考一次 当时比较能静下来 不急躁了 考试过程中还觉得身子发热 然后就考过了 最难的部分过了 还剩下一项实操练习 这个简单,练够一定数量 这个培训考试就算是通过了 在15日的时候就练习够了数量 然后16日又多练了几个确保够数量 今天17日名单出来了 通过了 看到培训群里的群友 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的 有菩萨妈妈保佑真好 感恩菩萨妈妈,感恩诸佛菩萨保佑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生活小分享 南京菩萨有求必应 秋高气爽,气候变化太大了 最近几天,嘴巴里生有溃疡 好痛好痛啊 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饮食,喝水,念经也疼 原来是一有溃疡,一喝菊花茶 病症马上就恢复了 这次病发溃疡,持续了快一个星期了 药物也用了一大堆 菊花茶,牛黄解毒片,维生素C,E,穿心脸等都吃了 也没见好转 疼痛难忍之下 昨天下午,我想还是求求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南京菩萨慈悲加持我吧 让我身体快点好转啊 于是,我在下午四点佛台上香祈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祈求南无南京菩萨加持我某某 保佑我身体健康,嘴里溃疡早日康复 让我们更好学佛念经,修行,还债 更好弘法立生 当时跪在佛台前祈求时 我还看到南京菩萨宝像发出金光 南京菩萨对着我微微笑了 心想,菩萨听到我的心声了 我有救了 没想到,今天一夜之间醒来 嘴里溃疡全都好了 不痛了,人也轻松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尊敬的东方台秘书处的师兄们吉祥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我接触到了这个心灵法门的佛法 当时我的身体状况特别的不好 因为得了乳腺癌后 经过了一系列的治疗 当时又是怕父母担心 没有告诉他们 所以也没修养好 五年了 一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三高加皮肤病 甲状腺激素也高 反正是几乎每天都会担心去医院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还有种只要待在医院 就感觉会安全些 自从我两个月前的一个失眠的晚上 只睡了两个多小时的第二天早上 遇到了一位热心的佛友师兄 引领我开始接触佛法 我对此深信不疑 感觉找到了新的归宿 三天后就开始看着手机上的经文念起来了 一个星期后又收到了同修免费寄送的经书 好感动和感谢这个大家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真是好温暖好幸福 同时也开始念诵小房子了 一个月后 我的身体状况在各方面都好了很多 比如精力体力睡眠 尤其是降糖药也开始不用吃 恢复正常了 也不用经常跑医院了 我真的好高兴 深切体会到了 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 只要做个好人多做善事 多念经许愿放生 菩萨都会保佑我们的 到今天我正好念经有两个月的时间 还有很多不太懂的 我前面说的如果不合适 请师兄们指证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五篇白话佛法念完 痛苦症状都消失 晚饭后 先生突然负账 打嗝 难受疼痛 看着先生痛苦的样子 心里又急又痛 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先生集中生智 读白话佛法 对 读完五篇白话佛法后 症状全消了 白话佛法太神奇了 里面满满的能量 感恩菩萨慈悲加持保佑 感恩师兄们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老汉 他在方圆百里是有名的驾船高手 在海上风风雨雨几十年 他不知遭遇了多少巨浪和风暴 每一次都被他划险为备 一位年轻人想拜老汉为师 跟他学习海上的驾船本领 而老汉却说 真正的驾船高手 不是我 那是我隔壁的邻居 年轻人认识老汉的邻居 他知道虽然这个人在海上驾船几十年 却平平淡淡 从来没有听到过 他与什么风暴搏斗的一些壮举 老汉说 邻居的高明 正是他能防患于未然 每当风暴来临之前 这个邻居总能够及时地遇见风暴 并能巧妙地避开风暴 所以他就从来没有遭遇过风暴 人们只看到我和风暴搏斗的壮举 却没有看到邻居遇见风暴 和避开风暴的智慧和他的高明啊 记住了 真正的驾驭高手 不是勇敢地去征服风暴 而是机智巧妙地去避开风暴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有时候在家里 知道自己的先生发脾气了 很多的夫人觉得 我又没得罪你 你为什么冲我这样啊 然后你一句我一句 他不想避开 针锋相对 等到先生拿起拳头 你再讲 我打你了 他还说 你打呀 你打呀 啪一下子 你打我 记住台长一句话 能够躲开避开 那是有智慧的人 当自己觉得家庭不和 或者因为某件事情 暂时不能解决 有智慧的人 首先学会避开 然后再想办法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 要懂得当家里着火的时候 首先不是灭火 是要逃离火场啊 感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精神物质可转换 正面思维除恶念 善导沟通为上策 善观因缘多何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